所以冬季私房赛是现在营业中的 也很感谢各位网友支持 3月也很爆料 真的很爆料 预计得很爆料 所有星期五六天都差不多没了 已经没了五六天 只剩下3月最后的星期 好像有个星期五还是星期六 还有个吉档 3月最后的星期暂时 还有几晚是可以的 所以大家首先第一步 就是在Facebook赞了冬季私房赛 冬季私房赛 第二件事就是有几个餐给大家选 吃过的网友大家都赚不绝口 没有投诉赚不绝口 而且觉得价钱和味道是相当高 为什么呢 我是出售最好的东西给你 我是用我的手艺自己做的 买切煮条上碟 都是我自己一手一脚做的 所以希望大家多支持 另外盆菜和鲍鱼都是在卖 各位有兴趣的 和盆菜还在卖吗 没所谓的 你订就有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盆菜也好 想要鲍鱼或鸭舌 即是最鲍鱼或鸭舌都好 可以找水王订就行 好 欢迎各位网友 今天星期五陪着我 首先我讲一些有关于想法 因为阿辉辉也未知 因为知恩惠小弟的工作有变动 在工作变动之后 很可能星期五经常都要开工 因为小弟就做饮食 做私房菜那边 做一些食品 遲些会有网购 如果大家想吃我煮的东西 或者吃私房菜都可以召唤我 所以基本上星期五六日 你都知道是饮食业的一些比较重要的日子 可能在下星期开始 就要跟台长谈一谈 转时间 大家就密切留意 因为我都未很堅持坐下 去想一想这个时间是怎样 转过什么时间去做 转过什么形式 可能转九点 不知道 可能跟10点也是个半钟 不知道 都要看回那个安排 暂时我自己 希望可以星期三做的 转回星期三做 我都未跟辉辉谈 可能是九至十 可能是十至十一点 不知道 因为星期三应该没有踩场 知道 一四是踩场的 星期三应该是国际时事 跟台长又调回 台长可能星期五做一周时事 天地有正气 可能就退去星期三 大家就密切留意 Radio的最新公布 首先都要说一声 不好意思 因为始终 大家听到这么久 都是这个时间 可能